大家好,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,我是李國慶 分析內房股除了研究樓價之外,銷售額增長都很重要 要知道內房的最新銷售情況,我們可以參考內房諮詢機構 移居中國每個月公佈的黑二歲房企銷售排行榜 黑二歲每個月會編制100強房企的營運表現 疏離出整個行業的營運情況 好像在2019年那樣,內地堅持防住不炒的流冊基調 令上半年八強房企的銷售,只是按年增長了4% 在2019年的上半年,龍頭房企、恆大的收入更加倒退了7% 比2018年全年增長五成,可以說是大幅放緣 後來,食住金狗的銷售旺季,內房大力促銷 九月份,八強房企的業績才明顯提升 銷售金額按月增長了24% 增幅比2018年9月提升近11個百分點 黑二歲亦會公佈個別房企的銷售 在2019年首三季,按銷售總值計算 碧桂園以5800億元人民幣稱冠 如果以樓盤應佔權益計算 恆大便以超過4300億元人民幣居首 總結而言,透過黑二歲房企銷售數據 我們可以雲觀地了解全個行業的月度銷售情況之餘 更加可以微觀研究個別房企的售樓進度 可以更全面地分析內房股